UAD刚刚推出了一款新的母带压缩插件 这次只支持NATIVE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UAD的DSP运算卡 就能跑这款插件 所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我在昨天的动态上也说了 这个UAD开始也是越来越走向 他们的叫UADX 也就是NATIVE的原生的插件 以前的UAD的插件都需要它的DSP 它的运算卡才能去 现在这些NATIVE的插件 也就是原生插件 就是直接可以在宿主里面跑起来 你不需要再去买运算卡了 对于这款插件来说 它是一个母带处理的一个插件 所以很少有人会考虑把它用在实时的 因为实时的一般你用画放 均衡压缩压缩压响这些的 所以一个母带处理的压缩 可能不太有特别大的必要 UADX的这些插件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终于可以在这个地方放大一些了 如果你看以前的Mandley Verimu 也就是还是用运算卡那一代的时候 就是这个尺寸变不了 非常的可怕 根本就看不见 OK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插件叫做Capital Mastering Compressor 也就是著名的洛杉矶的Capital Studio 以前我们讲过一款它的Chamber的那款插件 当然也是著名的老艺术家 Al Smith曾经工作的地方 这个实际上他们本身是模拟 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个母带处理的 这么一个硬件一个压缩器 UAD这次也算是又找了一个 非常非常名声非常响的一个地方的 一个设备给它模拟了 所以咱们很快的来看一下 其实它的功能非常的简单 微调的输入 侧链 这个侧链有三档 这个侧链实际上是控制低频的 第一个呢 这个特别弯的这个最左边这档呢 是365赫兹的一个 6dB per active的一个切 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平缓 但是这切得非常非常的靠中低频 换句话是就是 它可以很大程度上的 避免你的低频去触发这个压缩 而且它默认的设置的时候 就在这个最左边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最开始用这个插件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插件 好像压不动很多东西 对于很多题材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 那中间这档呢更夸张 它是700 这两档呢 是模拟来自于两个不一样的 两台不一样的设备 虽然它们都是 都是这个地方去设计的 但是呢 这两个硬件之间还不太一样 然后最左边是完全平的 也就是你没有任何的侧链进去 接下来呢 预值 然后启动时间 释放时间 比例 这个比例的这个 这个控制原来是在硬件上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模拟了一个 然后他们大概测量了一下 两台设备 从两台模拟的设备 上去测量的 从最左边这个点 到右边呢 是23460比1的比例 换句话说 你可以认为 它就是越来越硬朗的一个拐点 然后接下来有输出 记住了 这个输出不是最后的输出 这个输出是整个压缩模块的输出 然后这边是每一个通道的开核关 Control Link呢 就是上下连接 然后这边是电瓶表 记住了 这个东西可以变成mid side 或者是左右 然后呢 这边有Duel Mono 也就是上下分别处理 或者Side Chain Link 假如说你想让左边声音响的时候 右边不会被压 那就用Duel Mono 如果你希望呢 让它更协调一些的话 就Side Chain Link 然后下面还有一堆控制 干湿线号的混合 你可以让它用它去做平行压缩 Headroom 往右边是减少Headroom 也就是对线号更敏感 更容易去压缩 压缩的更多 往左边呢 是Headroom是增加 就更不容易压缩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Monofold 就是把你的低频可以变成单声道 此外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Gain 这个Gain和这个Output呢 两个都可以提升音量 上面这个Output呢 实际上它是压缩模块的Output 然后如果你推多了的话 它会产生里面 会有一个类似于变压器 或者放大器的过载 如果过载的话 这个灯会亮 那底下这个Gain呢 会给你再次调整你输出音量的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Gain呢 会直接推动后面这个东西 Saturator 就Saturator有一个0到100% 中间它默认是在50% 如果你打开的话 就会有一个阴染的一个线路 它会一直推进这个东西 这边这个表非常的好 它给你一个Peak Meter 你可以看到DBFS 或者你可以看到LUFS LUFS的时候呢 上面是Short Term 下面呢是Integrated 上面就是短时间的 下面是你一直播放一直有的 所以相当的好用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写着CM511 这就是它原来那块硬件的名 最后还有一个Power的这么一个纽 记住这个Power是整个关闭整个插件 这边这个Channel In呢 是关闭这个部分 下面呢仍然还会有 所以我们来听一听 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声音 我们现在压了差不多三个DB 我整个来bypass来听 没有的 没有的 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实际上它是一个特别特别细腻的一个加速 它的风格有一点点像慢力的那个方向 它会把你整个声音粘在一起的时候 同时呢把你的动态稍微push 稍微挤压一些 我们来试一试其他的设置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234 4比1 然后呢 快一点的启动时间 然后我们找这个部分听 没有的 如果你用LUFS表的话 可以看到现在大概的电评 试一下 没有的 现在是bypass的 没有的 对大概是这样 它这里边新的 新的UED的插件里面有很多很好的预设 你会发现它现在 整个设计是这样子 你可以在这边去找分类 比如mix bus 我们来找一个big mid side 那这现在就是用mid side的去控制 我们来听一听 没有的 对 以前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左边一直在弹一直弹 然后右边才出来 这是你可以考虑用du mono的方式 咱们再换一个预设 比如center focus 这基本的就是 把声音聚到中间的部分 这个capital starter 这个是默认 就是他们 你才设备默认出使的一个状态 针没有动 所以我们还需要再降一些预知 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推进一些 同时也因为这个side chain在中间700以下 它基本上都不太容易反应 老实讲这个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慢力的意思 但是没有慢力那么华丽 好像听起来比慢力更稍微硬一点点 我们来找这个慢力的Vermill试一下 现在是capital 所以这两个有点类似 但是慢力感觉更巧克力更润 更平滑一些 但是这个新的capital mastering 又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节奏 有很多UED这种差践 你用起来的时候 你感觉好像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你越用会发现越喜欢 它的音质和它给你的那种色彩的感觉 特别的细微 但是有的时候需要的 就是那些特别有意思的色彩 尤其是加了这个saturation也好 这种音乐特别适合这个saturator 对如果你是UED的用户或者开始准备用UEDX 这些native不需要运算卡的插件的话 不要错过 可以试一试这个 目前UEDX里面的母带处理的压缩 那这个是一个2500 那是一个670应该也在里面 所以呢都是很好的选择 好吧 那我们先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听听要声 拜拜 拜拜